很多的新芽出来 而且长了很多的根 那么像这种小芽 我们可以切下来做繁殖 同时又开出了一串一串的花 那么我们也想要养出这种效果的食物 首先是平时我们的养护环境 一定要保证湿度要够 最好控制在80%左右 这样才能让它长得更加的旺盛 第二个是食物肥 一定要用对 我给这个食物用肥的话 其中就用了这个磨肥 长效高磷磨肥 这种长效高磷磨肥的话 它可以促进花芽生长 强壮根系 因为它是高磷高美肥 既可以促进开花 又可以强壮根系 让它的根系更加的发达 而且这个磨肥 它的肥效也比较长 用一次可以长大一年 我们只需要在换盆的时候 搬入到土壤中 或者是直接撒在花盆的表面 就可以了 一年只需要用一次 不担心肥害 不担心烧根 平时给它浇水的话 我们可以结合一些营养液 来兑水给它浇灌 这样的话 效果会更加的完美 所以说 这就是养食服的一些施肥之巧 还有养护的一些小方法 好了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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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和 看看